蟹爪蓝怎么样 蟹爪蓝是冬季室内的主要盆化之一 今天来说一下蟹爪蓝怎么样 1.配土要好 因为蟹爪蓝属于新人长科的植物 土壤要求疏松透气性特别好 用辅液土掺配一些颗粒土就可以 2.光照 蟹爪蓝属于短日照的植物 光照需要在4-6个小时就可以孕育花苞 3.浇水 平时等到盆土干到一半左右再给它浇水 在它孕育花芽的期间 等盆土干透了再浇透 适当控水有利于花芽的分化 4.施肥 在春天秋天的生长期 要及时补充多元素的肥料 来促进叶片的肥厚生长速度 8.0% 2.0%